来,麦哥9527你开麦,麦哥9527 哈喽,麦哥,喂 喂,喂,喂,哈喽,哎,麦哥你好,哎,哈喽你好,来,安安几岁哪里人 28岁,河南人 28岁,河南的麦哥9527,好,来,9527你想说什么 看到你在聊中美问题嘛,所以就想来说两句 其实不管是台湾,就当下这个事情还是什么 就是中美的各种通话,各种会谈 包括那个瑞士的那个,包括天津的那个 也包括阿拉斯加那些 其实讲来讲去,我们还是在聊中美问题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关于中美问题的一个小见解 我听到有很多人说 中美之间什么新冷战爆发了,怎么怎么样 那我就想说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认为中美之间是不可能有新冷战的 那我就讲三个最核心的理由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中美之间不会有新冷战 第一个理由是有人认为当下中美的冷战已经开始了 就是什么科技战,贸易战,对吧 包括前段时间那个孟晚舟返回国内 虽然已经回来了,但是表示中美之间还在对抗 就是他们有一些人认为说中美之间冷战其实已经开始了 那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属于对冷战缺乏理解 就是冷战的对抗强度其实非常高 它以这个意识形态为阵营,以军事手段为机构 当然也包括一些经济的对抗和制裁 它其实把大半个世界都已经卷入其中了 你想一想北约,想一想阿达条约 古巴导弹危机,中岛条约,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包括中东战争 其实这个范围是很广的 所以你说今天中美已经开始冷战了 我觉得这个中美的对抗强度太低了 它完全无法和冷战相提并论 如果你说中美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分歧 这么没有问题 因为中美必定就是会有这样一个对抗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更何况中美政治的体制不一样 意识形态不一样,文明又不一样 而且由于老大和老二之间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这个程度肯定是有对抗的 但是它完全无法和冷战相比 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理由 当然了,现在觉得我是冷战 好,你继续讲 好,第二个理由就是 我认为中国没有议员 这个其实非常好理解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议员 中国没有这个意愿 我们其实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 是美国它脑是有问题 它的意识形态偏见 民族主义偏见 老是它无法容忍中国超过它 它不能容忍中国老世界秩序 对吧 我们经常说 中美贸易战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我认为应该说的是美国单方面的对华贸易战 因为现在这些对抗其实都是美国发起 我们是被迫卷入其中 那别人动手了 我们也不能挨打 那只好就还手了 但是我们的还手其实是有理有节 点到为止 我们的目的是想 斗争中求合作 我们不是说 你打我一拳 我打你两拳 故意斗气 是吧 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大国的做事方式 我们不是要激化矛盾 美国如果不动手 那我们就跟全世界开开心心做生意 和气成财 但是很遗憾 美国的狭隘和偏见 让他们无法容忍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中印边境有冲突 那两边都有伤亡 死了十几个人 对吧 这个官方是可以把控一下的 他拖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消息公布 公布了那些死亡的士兵的名单 对吧 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还可以引导一下 管控一下 但是如果中美一旦爆发了一些 什么局部的热战 不管是南海还是台海 在海上爆发战争 我们因为中美之间没有那个接壤 你在海上这个东西 它很难把控 汪洋大海上 不管是中方还是美方 一旦有一边的这个战舰被击沉了 那上千人的这个损伤是很难避免 我认为中美双方都不可能承担这个政治代价 这个代价太高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完全无法收场 那只能打起来 所以这个后果我不堪设想 所以我认为中国这边是没有意愿的 这是我的第二个理由 意愿 最后一个理由 其实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的一些基本观点 对我最后这个理由 谁熟悉你大哥 因为我在捷克的频道其实可能捷克忘了我了 我在捷克的频道以及其他频道我已经讲了快半年了 我经常在迪斯科的群里面 我记得你的这个这个这个昵称了 但是我不太忘记你的观点了 来来来 所以你的观点是 没关系没关系 我的意思就是我在这个第一次后的群里面已经扯了很久了 一天到晚都在吹 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就是美国没有这个实力 不熟悉这个观点的人可能就是最近刚刚加入捷克群的 所以某一听可能很重要 我之前说过了2017年 2017年中国就已经是老大了 而且和美国差距越来越大 美国没有谁跟中国冷战 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他都打破中国 他没有实力 我们又不想打 怎么会有新冷战 中国如果真的出错 美国根本招架不住 刚才不是有个朋友说 怎么对付美国吗 那我就随便说几个 第一个 中国如果推进中日韩自贸区 美国怎么办 第二个 中国如果对外输出意识形态 美国怎么办 第三个 中国如果大幅度提升军费 美国怎么办 第四个 中国如果打台湾牌 美国怎么办 第五个 中国如果打日本牌 美国怎么办 我刚才随便讲了几个 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哪怕是说我们加入TPP 美国都是干瞪眼 TPP不是他自己搞的吗 他自己就退了 前两天 中国不是派了一堆飞机 去台湾晃了一圈吗 这两天又去进行改修了 那你说美国怎么办 干瞪眼 但是他居然还执迷不悟 他居然还去挺台湾 加入联合国 真的是真正的无药可救 关于美国要怎么办 这个我们改天讲 今天就不说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挺讽刺的 美国现在的这一切挣扎 都是无能狂怒 他都是出于国内政治压力的一些困兽之斗 都是没有任何用的 那我们作为老大 我们应该当仁不让承担历史责任 我们应该怀柔天下 尽可能的安抚美国 防止美国的右翼极端势力 政治冒险 比如说太平洋舰队的哈里斯 这个之前也出现过问题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同时又要守护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其实是非常考验智慧的 那仅就目前来讲 我认为中国的表现非常的稳健 只要美国想通了 他不闹了 他接受现实了 他接受中国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要立刻释放极大的善意 接纳美国 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比较激进 他不同意我的观点 他觉得我们要搞垮美国 你还觉得别人激进 我们要以解心头之恨 好好好 你说你说 对啊 他们主张搞垮美国 以解心头之恨 但是你把美国低的最后 逼上梁山 那其实是不符合中国利益 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所以把美国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符合中美利益 同时也是符合人类的利益 我相信到时候你们一定会接纳美国的 好 所以最后就是总结一句话 就是第一个 现阶段斗争强度太低了 第二个 中国没有意愿 第三个 美国没有实力 所以就不会有新能战 好的 讲完了 好 谢谢你啊 这个9527 谢谢 讲得好 讲得好 好 来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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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9527讲得不错 好 很好 好了 来 这个 谢谢YT的斗内 谢谢 这个Eleding啊 我刚刚还在讲他 他说别人激进 我在讲 你说别人激进 好了 没事 我还在那个点上面还没绕出来 哦 好了 那个Eleding啊 杰克总觉得战争是可控的 中国不想毁灭台湾 但现实确实 习近平一定会解决台湾问题 我个人从不怀疑 那台湾问题解决除了战争 只有战争 上边的嘉宾都生活在梦幻中 没有一次世界第一强国是和平退居老二的 我姑姑在某军工企业中秋都不休息一天 春节就休息一天半 生活在和平幻梦的一定不是习近平 还有人谈和平的早晚会被惊醒 和平还是要讲了 好不好 还是要讲和平了 但是我不怀疑习近平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 好不好 这一点我跟你是一致的 来 哎哟 哎哟 我看到这个 既然你 我就来接你好不好 给你一个特权 罗尼兄你看麦 罗尼兄 哎 哈喽 罗尼兄你好 来 但是不好意思 我还是要问了 安几岁哪里人 我是68年的老同志 我是天津人 1968年啊 是1968年 不是民国68年 哦好1968年 你讲真的假的了 好了 来 68年的这个天津的老同志啊 好 那个老同志 你想说什么 嗯 是这样的哈 首先第一啊 我今天要这个 diss diss了 我diss一下 之前跟你连线的那位啊 我他妈实在受不了了 我跟你说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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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面那一位 9527是不是 吹牛逼 9527牛 你这个牛逼啊 吹的真是响当当啊 牛逼都让你给吹爆了 我不知道你是反窜黑啊 还是你是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就上来一顿上来 一顿吹 一顿跳那么一顿绕那么 想射射不到 哎呀 我真觉得你妈中国好厉害 厉害了我的国 如果今天今天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 真像你说的这么牛逼的话 我们早就他妈的想统一谁 想干谁就干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口袋揣腹牌 逮谁跟谁来了 谁不服他妈的干呀的 我们为什么还要抗议呢 走到今天来为止 我特别要说一点啊 中国人一定要冷静 而且之前国内啊 有一有一段时间吹叫什么 厉害了我的国 厉害了我的国呢 那时候我就特别不喜欢那个感觉 中国人刚他妈吃几天饱饭呢 你就厉害了我的国呀 哪个哪儿 你不要乱吹 美国是世界第一 美国有一个东西 你就破不了 二战以后 美国奠定的布林顿僧伦体系 包括每美元为结算标准的 这种国际货币的结算体系的 美元的霸权 它到现在为止 依然可以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 追杀你 他为什么可以用本国的国内法 长臂管辖其他的 包括今年10月19日 美国方面出台了一个 关于中国南海和东海地区的制裁法案 什么意思 说明美国有这个能力 利用自己的国内法来制裁 外国的这个事情 当然了 身为中国人来讲 这属于干涉中国内政 和利用美国国内常委管辖的方式 来扰乱中国周边的一个秩序 中日韩的自贸区 中国一直都想做 但是你发现美国的影响 对于日本的影响和韩国的影响 中国会比美国更大吗 别说别的 就是说在台湾岛里面 我们再说一个 山岛天天说 我操老共认知作战 不好了 阿共的阴谋 走到今天为止 我想请问 如果老共对于台湾 现在内部政坛影响如此之大的话 怎么会到现在为止 让台湾一直往独的方向去走 国台办都快急了 国台办在那天的在双十演讲 蔡英文说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的那时候 当时国台办怎么说的 这不是冒进 什么是冒进 这不是这个这个台独 什么是台独 对不对 包括之前在这个之前 大陆武统声量大 当时呢就有一个记者去问马小光 马小光当时怎么说的 说这个当时的问题我还记得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大陆民间武统声量高涨 当时马小光就很崩溃的说了一句话 说的是什么呢 说都是你们逼的 说的是民进党 都是你们逼的 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国台办方面 还企图利用一些隔空喊话的方式 希望民进党可以悬崖勒马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中共对于台湾这么多年的统治 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台湾内部政局的发展 老共没有我们说的那么恐怖 老共也没有那么强大 我们只不过是因为 为什么现在武统的声量强大了 为什么 大陆的民众对于统一的诉求变高了的原因 是因为在最近的五年之内 中国的经济总量开始上来了 中国的军力开始提升了 中国的关系地位和社会的国际能见度开始提升了 中国人的自信开始慢慢出来了 我们要打破原先 美国对于中国的低跑力 来增加国务 罗文胜你有点电音了 现在 喂 现在 好没关系继续讲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就不讲 我就说这样 我们再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说 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周边并不安全 我们的西南边有印度 印度的西段和东段两个领土争议区 印度是不愿意放弃这一点的 所以中国会面对这个问题 半岛局势一直有出现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们2013年化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那个时候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现在的上海的珠三角的发展地区 我如果在那个 如果我们中国真的这么厉害的话 中国真的天下第一 他妈的 美国拿我们没办法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跟美国不开启贸易战呢 我们为什么不跟美国继续干呢 下三就干啊 试一试看啊 看谁先死啊 这个问题现在出在一个这个问题里面 就是中国需要用空间换取时间 美国 我说句实在话 诚恳的说 中肯的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为止 对于周边地区国家 特别是东盟的十加三的这些国家 相对来讲 我们维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在联合国里面 对于 国际特别是非洲一些的盟友 我们维系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联合国里面 我们也是有很高的国际支持的 或在很多的国际的组织当中 大陆是可以一点一点经营去做到的 但同时我们要说 不算这一切都加在一起 到今天为止 中国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不管是在金融上 科技上还是在军事上 可能说是获得了局部的这种 不适 但是如果放在放眼在全世界的话 中国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还需要时间 稳固自己 稳固自己的内政 稳固自己中国周边的外交 与周边其他的国家搞好关系 你可以天下无敌 但是你不能与天下为敌 很好 你可以天下 但不可以天下为敌 好 所以即便是周边的 对我们恶意满满的 像日本 像越南 像印度 这些国家 到现在为止 中国都需要用非常非常谨慎的方法 跟他们处理好关系 同时抓住主要矛盾 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对美的关系 因为中国想要不再让美元霸权占便宜的这个方式 所以中国要加入到东盟当中去 跟国与国之间进行本币结算 更可能的让人民币去参与到国际的货币结算体系当中 让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当中 在国家储备货币当中 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一点一点提升自己的力量 对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 如果真的是中国那么牛逼 中国一句话就可以把美国按到泥里去 把美国打死的话 那今天中国就应该是世界第一啊 不应该被美国这样围着打呀 中国为什么要战略防守呢 其实是敌强我弱 敌重我寡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势 不过 我说句实在话 共产党到现在为止 对于台湾只有一个提升 就是从1949年以来 一直到现在对台湾 只有一个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可以控制台湾局势 就是在台湾台海地区 共产党可以用物理的方式 台湾问题解决了 是共产党不希望这样 因为现在共产党有更多的事要做 因为共产党希望用经济牌 或者是说更少的代价 未来是一定要统一的 但不是现在 美国一直这样去打这个牌 只能说明一件事 说美国现在没有足够的把握 或者是说美国 这是美国一向的作风 就是说我不进入到 我不想参与到这其中 不想跟中国直接发生对撞 同时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竞争 已经开始了 因为你中国有可能会对我造成威胁 特别是我们说别的 其实军事霸权是其次 美国的三大涌动机是什么 是他的债务和他的货币 加上他的军事霸权 三者相互 对 债务 非债务 发货币 用货币来买武器 用买武器来壮大他的军事 用他的军事来压迫其他国家 如果你这个地方 你的货币有问题 你的货币不能满足我 你的金融政策不能满足我 那我用军事的力量打破你 这样的一个状态 包括最早的欧元区 科索沃战争不也是这样出来的吗 是美国的这套涌动机 到现在为止 目前为止 美国处于一定的弱势了 所以中国在周边的国家 包括我们的所谓东盟十加三 包括一带一路 包括和伊朗之间的本币结算 包括和俄罗斯之间的本币结算 都或多或少 都影响了美国美元的 国际的持有利 持有利的下降 所以归根结你打的是什么 人家是打的是钱 打的是经济 打的是货币 但是美国永远不会先说 跟你中国要这样 因为美国为什么极限对中国施压 美国对中国极限施压的原因是 希望就像打趴当年日本一样 可是日本有一个问题 日本是没有这么大国家的国土纵深的 这办法和美国 它依赖美国太深了 而且它的政界也被美国完全控制了 中国不是 所以为什么美国一直在反复的 这个颜色革命 希望中国可以民主化 可以开放多党制的原因 其实这个就是从内部想要瓦解中国 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今天杰克兄说的这个主题 也就是说 至于台湾方面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习近平的连任 就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来的 但绝对不是现在 对 如果习近平不愿意 不想解决台湾问题 习近平不会修改国家主席任期制 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有雄心 有战略 有他的历史定位的点 所以他才有一定的 在这个角度里面 他至少要在他这个年富力强的时候 有力量的时候 可以做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做好了 同时在这个角度上来讲 那今天中美之间 大陆还是需要准备 大陆要准备的 不是对台湾的准备 大陆要准备的是 一旦 一旦日本 或者是美国 有可能 介入到台海 争端之中 我们如何做到 反介入的区域 甚至乃说 在台湾地区和美国 日本的联军发生一场热战 局部的热战 所以这个点在这里 对 今天大陆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 包括我也说了 中国北京是和美国充分吸收了当年96台海危机 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那场两国论 因为96危机最后结局不了了之 幸亏当年没打起来 当年打起来了还不定谁赢了 我说实话到现在为止 那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力 那时候如果真的和美军在那里干起来 我就会觉得 我不知道96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既然没打起来 那当年现在的这个蔡英文的双十也好 吴钊燮的去东欧也好 蔡英文双十 我相信是在美国的受益之下 这是我的判定 吴钊燮去东欧 是美国希望借着这个东西来引起欧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欧洲的建交国的这些国家 有局部的点 它能够说服的一些国家 来和中国产生一个矛盾 而这个矛盾必将化成 中国和欧洲的矛盾 一样就可以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 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打开欧洲的市场 这也是美国想要做的 所以说中国现在是需要 更多的时间去做战略的准备 这个准备是应对美日的 是热战的 热战的这个准备 所以这一仗不可能 必须 怎么说呢 最后一句话总结 如果未来大陆想要用非和平方式 统一台湾 大陆必须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点 一击而中 这场仗是必须要赢的 绝对不能输 我们输不起 我们没有办法输 所以要用孙子的制高战略思想 故不可胜在我 可胜在敌 我能让我自己不被打战伤 是靠我自己的不懈努力 对方能不能让我容他 是对方给不给我机会 对 好吧 就是咱尽量一句话 就是不要 别把中国吹的那么厉害 中国今天真那么牛逼 中国天下第一了 不需要说美国 已经是世界霸权了 你会跟美国说 来宝贝你下来 让爸爸上去 来扶爸爸上去 是这样的 好吧 抱歉了 讲得有点长 感谢这个杰克兄 好 谢谢 谢谢罗尼 谢谢罗尼你上麦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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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帮你打个广告 来那个 线上的网友 那个这个罗尼 他现在上麦罗尼 如果你们 你们不知道他的 他也是一位YouTuber 他有他的频道 那个他的频道 就叫做罗尼 所以欢迎大家 线上的网友 你们可以去订阅 罗尼的频道 再次谢谢罗尼兄 你的call in 谢谢罗尼 感谢杰克兄 抱歉 这个占用大家时间了 好好好 拜拜 谢谢 谢谢罗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